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生命殿逝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 像各位现在拿到的 配戴解脱 就是你戴在身上 不但自己得到了解脱 也可以帮助别人解脱 大乘佛教 最重视这些方便 只要能够 利益众生 那现在的科技很好 会做成那个不会坏的 水也不会坏 火也烧不坏 永远都烧不坏 上面有所有的梵字 咒语 放在水里面 水便干露 戴在身上 转化自己 转化凡夫的身体 也变佛的身体 转化 一般的水便干露 转化那个光 变成佛光 这叫转化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念佛诵经持重 转化它 转化它 所以我经常去教堂 看到他们点灯 我就会转化所有 教堂点的灯 变成菩提心灯 转化它 这样就 让所有点灯的人 在供花的人 所以我们去湖墓去 看到他们供了很多花 你要用这些花 替他们供养三宝 然后让这些花 变成他们生天 往生净土的莲花 你要把他们的花 转化掉 转化掉 所以你去看到 他们磕了很多十字架 然后十字架 你要把它观想 这个十字架变成一个塔 一个佛塔 它在那湖墓上面 盖了一个佛塔 这样 他们上面所写的字 都变成拿摩阿弥陀佛 写的所有字 都变成纵语 你要这样 转化那个地方 所以念一下 一切唯心照 所以你要 你要让你的心态 成为有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 去转化一切 所以念一下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身如乞丐 就是少欲知主 我们不要追求太多的 物质欲望 生活 但是却要把自己的内心 不离开 菩提心 那种利益众生的悲心 那为了要完成这个 利益众生的悲心 你要有空性 就是不能太自私 要超越自我的空性 做一个比喻好了 今天你被关在监狱里面 结果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在外面 要被杀 你一点都帮不了他 为什么 因为你被关在监狱里面 这个监狱是谁 就是我们没有空性 我们叫 佛教叫我职 我职 你有我职 就会有烦恼 你已经被监狱关住 你根本救不了外面的众生 所以你要救外面的众生 那你一定要把监狱打开 这个我职要打开 什么叫我职 你看一下 贪欲 称慧 愚痴 傲慢 嫉妒 种种的烦恼 就是我职的显现 我爱的 我喜欢的叫贪 我讨厌我不喜欢的叫真 了解吗 每个人都是在我我我我我我 然后这个我职 就是把你自己给束缚住 你没办法去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要消除我职 各位要多念心经金刚经 而且要了解这里面的意思 佛陀讲了 这个世间凡是一切存在 都必须依靠种种的原因条件而存在 诸法因缘生 这个世间没有一个 一个法一个生命 一个人是永恒单独自己存在的 了不了解这个意思 你要去思维 没有空气没有太阳没有加拿大 没有中国没有药 我们都不能活的 所以这个世界这个我 所谓的这个我 是非我的因缘条件 没有爸爸妈妈 没有医生你哪有存在 所以根本没有我这个东西真实存在 所有的存在 都是什么 你叫互相影响 互相依靠 这个叫因缘和合 所以我不能够离开世界 我不能够离开别人 我不能够离开众生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各位 没有各位 我也不行 因为我吸来的空气 里面有你的成分在 你糊出来我又把它吸进来 所以就像树跟人之间 我们要树给我们氧气 树要我们给它二氧化碳 所以人不能够离开树 树不能够离开人 所以这个 请问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太阳 因为有太阳的力量 那些花草树木材 你吃的这些水果有太阳的力量 有土地的力量 你才能够维持你的生命 所以我们生命里面 不能够离开太阳 不能够离开水 所以我不是单独存在的 我们跟整个世界是互相关系 互相影响 所以人不能自私 人不能自我 你所做的一切 要想的 我是为世界为众生的 所以要让自己打开 打开自己 打开自己 融入于世界 这是我们出家的意义 出离自我的家 融入于世界 融入于大家 不再自私 我们菩萨 菩萨界界自私自我 所以所做一切 是为了众生 你也讲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所以愿待众生受无量苦 希望所有世界的苦 在我身上来 然后呢 我要让所有众生 离开痛苦 那你这样一方面 就可以消除我的执着 二方面又可以修悲心 这个叫悲至双运 要 那佛经这么说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这样你才可以成佛 再来至少你可以离苦 离苦 所以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互相影响的 所以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首先各位一定要相信因果 爸爸妈妈怎么爱护你 你如果对不起父母 那你也没有福报 老师怎么对待你 结果你不尊敬师长 那很可怜 所以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这是起码的福报 进一步呢 不要伤害众生 持心不杀 进一步呢 修生口意的善业 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灵 嘴巴心理 这个是你才会有世间的福报 所以学佛第一条 一定要念一下 身信因果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这是起码的 所以各位你做什么事情 要兼顾到一切 你不能把垃圾丢在路上 你不能把不好的丢在河里面 所以你把它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各位都听过 在美国有一位信徒 他得乳癌啊 然后很痛苦啊 医生说 开刀 他就问了一位老格西 那位高格西 又打坐 他跟他说 你去游泳过 他说有啊 在海里面尿尿 正常啊 你得罪了海神 你赶快回到那个地方去忏悔 你做个好事 那个癌细胞就不见了 不用开刀了 简不简单 这个注意哦 所以你到哪里去得罪什么 那你不小心就会冲到你身上来 所以对待山河大地 对待生命都要好 你要健康你就不要杀神 各位不要再吃活的龙虾了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还有人不好哦 昨天他们去餐厅看 哇 都是活的龙虾 最好全部把它买光啊 赶快就放掉 那是没办法 因为那天我从哈利法斯来 我也觉得很特殊 为什么机场在卖龙虾呢 他们说还可以帮你配送 包得很精美 在机场里面卖龙虾 那是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龙虾很痛 台湾有一个大餐厅的老板 类似像海拔网一样 在台中 就有一天他听到小孩子在哭 他跑后面去 那个小孩哭就像他小婴儿 跑回去 原来一只龙虾在那边哭啊 那声音是婴儿的声音 他觉悟了 他就把店关掉 不再做杀生的行业了 所以我想各位了解这个道理 佛告诉我们 你要得到幸福快乐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幸福 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上面 所以我常讲这句话 再背一次 来 这个厨房不要变屠宅场 冰箱不要变兵仪馆 餐桌不要变成沙鲁战场 肚子不要成为动物的魂牧 要吃呗 你要去思维这个问题 因为佛陀说的 你吃的到的都是你父母 欠你债还没欠完 不然你吃不到他的肉 佛经写得很清楚 吃众生就在吃自己父母 杀众生就在杀自己父母 但是我们中国人很有福报 我们听得到佛法 中国人吃树很正常 所以我们照须法师说 开素食店大家随喜 随喜 用吃可以度众生 对不对 煮的好吃 但是没办法 所以有时候我很随喜素食店 素食店功德 有时候超过我们寺庙 这么多人来吃素 这么多人来减低杀生 所以 现在的社会 基本上各位就是 第一条我们学佛要做的 就是相信因果 相信因果 念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最好不要吃肉 除了慈戒 慈戒可以升天 不失得大富 各位要不要有钱啊 四个字要背 有钱真好 你没有钱你不慈悲 我跟你讲 你修得很糟糕 有钱真好 可以孝顺父母 可以帮助别人 有钱从那里来 不失得大富 所以佛说要我们 你要得到现世的福报 虽然这个现世跟来世的福报 是暂时的 我们叫有肉了 但毕竟马上影响我们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做 来 守持戒律 常行不失 一定要做到这样 不失 像各位现在科技很发达了 你随便到哪一个国家 像我经常去缅甸 布什 他们一件女众出家人的夹鲨 女众出家人的夹鲨 七块美金 七块美金 就有一件很漂亮的女众夹鲨 因为她们有三十万个出家人 女众就三十万 男众就三十万 合起来六十万 布什布啊 那我想世界各地太多地方可以做了 所以各位 舍一得万 印佛经啊 所以我走到哪里 都要送佛像 送这个 对不对 没有各位我都没得送 送佛经 送佛像 对不对 送给人家 所以这样我就可以 极功德 为什么要这个功德 因为我有这个功德 我才可以回向堕胎的胎儿 回向那些监狱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知道 我天天在超度 昨天还写给我 英国空军在某一个地方 死了九千多人 师父啊 交给你超度啊 我如果不超度 晚上我就睡不着了 交给你了 所以 以去逃避不如承担 因为你要累积功德嘛 累积功德有资粮才可以成佛嘛 我们从发普利心一直到成佛 过程是什么 消除业障 累积功德 就是两个 一方面消除业障 没有业障就是有空性 一方面累积功德 这个叫福德资粮 有福德资粮 有智慧资粮 这两个成就了你才可以成佛 那为什么要成佛 为了帮助众生 这个动机一点 不能为了 为了成佛 而忘了帮助众生 一气众生 不可能成佛 所以各位送地上基 念佛做什么事 都要 意念众生 念一首诗 来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意念苍生情 世世永不离 所以各位要想的 街上的任何一个人走来走去 哪怕他是皇帝 他是领导 他是帅哥美女 他们都很可怜 因为这个身体是五蕴 这个五蕴它就是一个败坏的 痛苦的身体 所以没有一个 这个世间的友情都是苦的 所以你要善师这些友情 都像自己妈妈一样 善师如母众 男人无量苦 没有办法忍受 看到他想到他那么苦 怎么办 意念苍生情 随时想着他们 世世永不离 做个菩萨 世世 常行菩萨道 只要有一个妈妈在受苦 我们就不入涅槃 地狱不空 师不成佛 你要学地藏王菩萨 只要有一个母亲在受苦 我就要来陪她 度她到她 成佛 我乃成佛 要发这个愿 这个就是悲心 所以我想 学佛第一个 各位第一个阶段 在悲着 相信因果 受持戒律 常行不施 那你就会有 做人跟来世的福报 第二个呢 要怎么样 来解脱轮回 那有福报还不够 你让你做上帝 欲皇大帝 还是在轮回 我们能够解脱轮回 才是究竟 那解脱轮回 就要消灭贪嗔痴 因为有贪嗔痴的烦恼 你身口意就会造业 造业你就会轮回 这很简单的道理 念一下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轮回受苦 然后你又轮回受苦 你又没有听闻佛法 你又没有归三宝 那你又归贪嗔痴 三毒 三毒烦恼 身口意又造业 一直轮回 所以如何消灭贪嗔痴 念一下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最后要守戒律 修禅定 思维空性 然后消灭贪嗔痴 那大乘佛教呢 直接思维空性 因为贪嗔痴 本体也是空性 根本没有贪嗔痴好消灭 所以就不需要消灭 你如果思维空性 无苦即灭到 根本没有 没有苦也没有苦的因 贪嗔痴 如果你思维空性 就可以超越一切 那今天 我们造叙法是说 今天定的题目是什么 观自在的人生 观 观就是智慧 要智慧 你去超越一切 你就自在了 没有我跟我的 就解脱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身体是你的 你会很痛苦 各位 车子坏了 轮子坏了 换个轮子就好了 好吗 所以手断了 就换了就换了 身体坏了 换一部车子就好了 这个身体是借修型的 叫秤 大秤小秤 你修什么秤都没关系 这个身体只是一个 暂时的车子 借用一下就好了 什么时候死亡不知道 我常常讲这句话 我俩没有明天啊 明年来不知道几个走了 走不分老分少 所以随时都在变化无常 这一点要去思维 所以你想死亡前的死亡 我们要把握这个身体死亡之前 消灭生命轮回的因 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最重要的 是要思维空性 背下 一切有违法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途垫 应作如是观 你会背这句话 但是你要套进去 什么叫一切有违法 老公 老婆 儿子 事业 身材 感情 这个叫一切有违法 都是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垫 一下刹那就不见了 本来就不存在 因为都是因缘合合而聚合的 所有因缘合合的就像那个花 就像今天这场法会 等一下啊 时间一到就算了 没有了 都是如幻如画的 所以各位 你做梦看到的是真的还假的 那我问你 你现在坐在这边是真的还假的 也是假的 所以这个叫你要记住这个 你就没有意外 如果你有意外 就是说 我不接受 我不接受意外 我坐飞机 为什么倒霉坐到这一步摔下来 已经死了 还在那边直坐 凡事没有意外 这个世界没有意外 这个世界百分之一百 没有意外 一切都有它的因果因缘的 没有意外 今天你走到的地方 突然水桶掉下 敲到你的头 这不是意外 是过去你丢了一个石头 找到人家的头 凡事没有意外 都是因缘和合 因缘到它就发生 像我会出家 我打死也没想过我要出家 像我这么爱玩的人 但是因缘到了 那就出家了 所以 我师父说 因缘到了 汽油碰到火了 对不起就发火了 对不对 你自己发的愿 然后就发火了 那你就出家吧 对不对 但不出家我就会痛苦 我就很痛苦 因为我觉得 我了解慈悲的意义 我不去慈悲活着干嘛 生命最怕没有意义 浪费了生命 所以佛教的根本第三个 我们第二个要解脱 你就要消灭贪嗔痴 多思维空性 你就能够安住在解脱的心 但是自己解脱太自私了 众生老母亲还在轮回呢 你怎么可以解脱 所以要把这个空性转为 空性的行为展现就是大悲心 为什么 没有爸爸妈妈 就没有我的存在 唯有爸爸妈妈都离苦得乐 那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就转为第三个 念一下 大悲心 发起菩提心 实践波罗蜜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重点 那你修大乘佛教 并不会没有福报 有些人说 那我修老半天 我希望长寿健康 你发最高的心 就有世间的福报最大 而且会有解脱的智慧 同样的 所以有一句话 成佛跟凡夫做的都一样 但动机不一样 你也共化 我也共化 你共灯我也共灯 但是因为动机不一样 我们是以大悲心超度六道众生 是以菩提心 愿点灯成为成佛的质量 而且在点灯的时候 灯的本体也是如幻如化的 这是借用它 所以跟我念一下 菩提心灯 大慈悲为油 大信愿为柱 大智慧为光 当你点一盏灯的时候 你要观想 油变成整个海 灯柱变成高山 灯光变成照破众生 无名的空性的智慧 所以特别在加拿大风景很好 各位要这样观想 智慧如虚空 菩提如高山 信心如阳光 忍辱如大地 慈悲如大海 精进如风 功德如树林 一大堆树 那你要把这个世界 来转变你的心态 所以我刚刚讲了 佛教最高的阶段 就是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 是以悲心做根本 为什么 因为众生对我有恩 众生都是父母在受苦 你要一直想着他们的苦 蟑螂蚂蚁 英国人 美国人 中国人 台湾人 管他哪里 反正有情都苦 你要去思维苦 那为了要让他们离苦 所以我要成佛 叫发菩提心 但是你成佛不能说 我为了要成佛 所以我就闭门造军 我每天研究经研究论 你忘了众生 不行 你要时时刻刻 不离不遗弃众生 不离开众生的去追求菩提心 所以各位经常去 医院是道场 学校是道场 湖墓区是道场 市场是道场 超市是道场 超市很多可以念 把那些食物都给他 嗡嗡嗡嗡念个要事中 把那些肉品都给他超度 你到超市你就要绕一下 像我上回去绕 师父那边肉你不要绕 废话当然要绕 我不是买肉了 我去那边念 吹肉往生咒 会念的都拿出来念 只是不好意思 不然棋子就给他挥一挥 所以各位给你那一张很好用 你戴在身上你要观想 它发光了 你戴在手上 像这个有十几个咒语在上面 你戴在手上要观想 它都在发光 明白吗 因为你走路就有风 你呼吸就有脉动 它就等于在动 在动 如果你用放大镜看 它是一个圆满的咒轮 圆满的咒轮 所以现在的科技 这个是学天主教 天主教把那些圣者 都印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我做这个就送给天主教 好喜欢啊 沿途从欧洲送了很多了 因为希望他们很喜欢这样 所以但是你要用菩提心 你要有善巧方便 实践波罗蜜 最后我们把波罗蜜念一下 法会就圆满了 什么叫波罗蜜 来自立立他 所以修行一定要达到这两个方向 自立就是我能够消除我的 我只贪嗔痴 又可以利用这个行为去利益众生 所以波罗蜜叫六波罗蜜 以布施消除自我迁滩 以布施广结善缘 所以透过布施你可以跟众生结缘 透过布施你可以消除自我的金钱占有欲 所以各位不要吝啬 迁滩 吝啬的意思 所以要布施 你可以消除自己的这种习惯性 习惯性 迁滩 第二 以持戒消除伤害 所以我们守戒律 我们就不会去伤害众生 而且守戒律还可以接触众生 一个有道德的人谁都会接近你的 再念一下 持戒得升天 持戒得解脱 持戒得成佛 所以不管你是追求世间福报解脱或成佛 都要持戒的 只是你以菩提心持戒 你会有人天福报 又有解脱的因 一天受八万灾戒 来世保证中品终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天受八万灾戒 七世做人富贵 七世升天 了解吗 这辈子你杀很多猪杀很多人 你只要有惭愧心 受一天的八万灾戒 这些业障偷消除 七世 如果你以解脱的心态 受八万灾戒 六十小节富贵 不堕落三个道 你以菩提心 我要存佛利益众生受八万灾 两百万劫 一劫十四年吧 一劫十四亿年 两百万劫 你好好算好吧 以菩提心受一次八万灾戒 两百万劫富贵 不堕落三个道 所以我们中国人一定会 爸爸妈妈往生 或有人生病 我们受八万灾戒 回向给他 这样 力量很大 同样受一天八万灾戒 以世俗心 以解脱心 跟菩提心受不一样 所以如果那一天你没去也没关系 你就在家里 随喜功德 网路直播 跟着受戒 八条戒律 所以持戒不但不会伤害众生 还可以广度众生 第三个 忍辱度称慧 学菩萨道最大的忌讳就是 会生气 会恨人 你会生气会恨人 怎么会度他呢 对不对 我讨厌看到你 那不行 所以各位 别人伤害你 太好了 佛陀说 百千万亿黄金的布施 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 所以各位 佛前一定要多供养 但是佛陀又说 三大阿僧奇节 供养所有三宝的功德很大 还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那佛陀又说 你守圆满了戒律的功德 还不如忍辱一分钟的功德 所以有人伤害你 太好了 福报又来了 那忍辱 你只有忍辱 可以把自己的种子 把它消除掉 成为一个永恒慈悲的人 因为不会生气 不会生气 你才不会讨厌别人 你才会高兴杜他 这一点各位要把握 重点 事实上我们修自立的他 就是说 我不思可以消除贪心 我持戒消除伤害 我忍辱消除称慧 第四个 背一下 精进消除懈怠 所以各位不要没事 那边煮饭 烧地 然后一天就过了 睡觉 你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时间精进 精进念佛 超精 然后观修持咒 精进 专心 第四 禅定度散乱 不要乱想 保持念佛念法念身的状态 保持你的动机的状态 禅定 专心在慈悲心 专心视为空性 养成习惯 我认为加拿大真是一个 很好闭关的地方 对不对 你有禅修的地方 禅修不见得是打坐 禅修就是专注 专注在一个好的点上面 第六个 般若度于吃 那我们禅定的目的 是要看到真相 般若 般若就是看到真实的面貌 那真实的面貌就是万法 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 无自信的 空的 所以我海涛 他只是一个名字 假的 真实的意义 只是利用这个 来慈悲 这样有意义吧 所以那你要你要这样 所以像各位有家庭 你要练习 不是叫你离婚 而是练习他们不存在 练习接受变化 你不能永远要抓住 老公你在哪里 你现在就跟我回来 不然我捏死你儿子 威胁你 因为你执着 你想要抓住什么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 你抓得住 一点 这个世界没有 一寸土地是快乐的 所有世间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 开始背起来吧 所有世间快乐 都是痛苦的因 世间叫说婆疾苦 在西方极乐 世间没有一样快乐 世间的所有存在 都是变化 都是无常的 对不对 都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 无常无我 所以慢慢你就会放下 放下就会把它做得很好 放下就是说 叫你拿个麦克风唱歌 就像我在义诗 唱得很好听嘛 因为你放下 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执着 我希望别人说我唱得很好听 我希望我别人认为 那你就会卡住 就没办法 所以各位要有智慧 智慧 但是你要达到般若智慧 你不能舍弃 那我就每天打坐研究金刚经 那没有用的 你要前面的 深信因果 追求解脱 不思慈见 人路精进禅定 你才会有智慧 有空性的智慧 有空性智慧 你才有方法度众神 叫方便波罗蜜 愿波罗蜜 利波罗蜜 至波罗蜜 最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佛 成佛以后 你才可以千百亿化神 更忙 所以 利用短短的时间 我们 把佛法谈了一遍 那希望大家 能够 放在心里 然后等下这个花 你要拿一朵回家 为什么 佛讲的 法会的花有价值 拿一朵回去 给你的家人吸一口气 他得到功德 那这样吧 吸一口气 他得到功德 然后外面还有一些水 各位可以带回家 给他们喝一下 那还有这个咒语 对不对 这个咒语 人家拿一百万给你买 这个不行的 这个比一百万还重要 但是送给你 他的意思是说 不是买卖的 三宝物不买卖 是吧 三宝物 结缘 那外面还有一些书籍 所以 感谢我们 赵曲法师的慈悲 然后我们最后要回向 所以外面有一包香 还有一个旗子 不过我还是要教各位一下 这个旗子是 是拉出来弄开 然后你要收的时候也是这样 然后再卷 这样就永远不会坏 如果你能够多拿出来挥 太慈悲了 以后你儿子回家 你就给他挥一挥 他要出门了 又会挥一挥 你去超市要挥一挥 反正老外也不知道你在挥什么 这样这样子 大家很好快乐 对不对 然后你真的不好意思拿出来 你就卷起来挥 因为他在里面嘛 但是 这里面是放生仪轨 就是放生仪轨 是超度仪轨 大背后 心经 往生做 忏悔 皈依 发愿 都有了 可以帮助很多 你挥的时候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舌头 然后呢 这个风出去 然后他们就脱离三个道 人类也消除业障 所以你可以印 楞严经 大背咒 地藏经 普门品 都可以 因为现在的印刷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送人家又很好 但是你要给他解释 如果各位你住在楼上 一二楼 你可以多拿 如果有多一只 挂在楼上那个高高的地方 风那边飘啊飘啊 哇 你们家太有功德了 阳光风一吹 就在利益众生 用各种的方法 老公开车 老婆灰旗子 撒米 撒水 也是这样 所以别人开车载我 我绝对不让他白开呢 他负责开车 我负责点水 对不对 功德回向给他 因为我们要时时刻刻 不离悲心 要把慈悲养成一种习惯 因为佛陀讲了 掌握大悲心 掌握佛陀所有教法 这个最重要 离开大悲心 就没有大乘佛教 那我们要有大悲心的行为 最好是要持戒 不施多吃素 好不好 所以各位以后 大家轮流祖述 至少初一十五都吃素 对不对 初一十五为什么要吃 吃给爸爸妈妈 吃给祖先 所以我们初一十五会吃素 拜佛做好事 那一天绝对不要去做坏事 就灾日的意思 这样比较圆满 好 最后我们要把功德回向 释迦牟尼佛说 一开始我们做什么 都要以悲心做开始 为了有一个慈悲的动机 来参加法会 第二个我们在念佛诵 今天参加法会很专心 这个叫空性 第三个结型就是说 我们做完了 慈悲回向给法界众生 也回向我们的父母祖先 所以这样的法会就圆满 不然的话 有时候法会呢 我只有讲课 讲完就下课 但是对其他众生不慈悲 不圆满 所以各位每天在家里办法会 好不好 学今天 点一只香在外面 放一杯水 就开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就回向给众生 会超精的超精 会拜佛的拜佛 然后每天就过得很充实 所以我们来回家 来 愿意所修诸功德 西街供养三宝尊 各位养成习惯 不管你念佛诵经 把这个功德融入在所有佛像 佛经出家人 这个功德很大 西街供养三宝尊 来 愿佛圣法普传阳 希望释迦牟尼佛的佛法 弘扬到每一个地方 善业回向诸众生 所有的功德会向给地狱到鬼到人到六道众生 冤亲尽疏恩仇等 对你好的对你好不好的 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平等 永离四苦三毒害 希望他们脱离生老病死四苦 生老病死的苦是来自于贪嗔痴的三毒 所以叫永离四苦三毒害 解脱生死轮回海 得证佛果不退转 愿以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看到自己现世的父母 往生的父母 历代父母 上报国家社会恩 永远回向我们的国家各级领导 各位现在在加拿大 我们是华人 不管哪里我们都回向 上报所有众生恩 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众生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祭地狱苦 观想啊 你的所有功德 像一道光融入了整个地狱里面 以后你再加你慢慢念观想 下祭恶鬼道苦 摁阿虎 摁阿虎 下祭动物道苦 摁阿虎 回向所有被堕胎胎儿 摁阿虎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国 然后也回向家里的现世的人 家庭事业 大家都孝哉严寿 愿孝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细消除 是是常行菩萨道 当你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很专心这个叫子定 但是你要交入观 你儿子在读书 希望他很认真 你的先生在做事业 越来越圆满 你那个伤害你的 骗你的朋友 他也慢慢地恢复了善良 他也懂得慈悲 你要这样一直用正面的去 帮助负面的 那个在生病的 他也消业障 他身上的冤亲在主 也得到功德 观音菩萨加持 消血他焉结 然后你要一直观 转化这个世界 现在加拿大有新的总理 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英国脱离欧洲 这也没关系 反正也可以更进步 这样 你要用你的心去祝福 祝福每一个不圆满的 每一个黑暗 你要给它光明 光明给它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将来对待整个世界 这个叫空性 空性就跟世界 跟所有众生都连在一起 都得到了加持 都融入我们的功德 为了如此 各位要做一个勤劳的先生 努力赚钱要养全家 努力及功德 为了要达到达到最圆满的功德 我们要 佛经说了 以世间的心点一盏灯 以菩提心点一盏灯 超过世间人点一盏灯的功德 一盏灯 所以你一个菩提心 一个好的发心 供一朵花 供一杯水 都超过四千百千万水 所以佛陀说 你供养整个地球的出家人阿罗汉 还不如供养一个已经发菩提心的人 那发菩提心不分在家出家 所以各位你要把自己定位在菩提心 然后让别人总理身上得到所有功德 那什么叫菩提心 那各位要多看大乘经点 就像地藏经阿 妙华莲华经阿 华严经阿 我想各位到加拿大 什么都没有就有的是时间阿 请一些佛经放在你家的柜子里面 那开始读阿 对不对 你要读阿 你懂得中文 太好了 太有福报了 然后你要去读这些 那你就了解佛教的思想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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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香香妈妈好 好小朋友 那你有没有看过鱼 在水里有啊 有啊 哦 在哪里看过 在海生馆 哦 在海生馆 哦 海生馆有好大只的鱼 也有好小只的鱼 它们游得之虚 很优美 对不对 啊 那可是呢 它 有没有很自在 有嘛 对不对 好 那有些人呢 却会去海边 钓鱼 哦 那你觉得 被 本来那个鱼 是住在海里的 对不对 那 它如果被钓上来 很可怜 嗯 很可怜 而且它就不能在那边 生活了 对啊 它因为它本来生活的环境 是在海里面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离开的海了以后 或是 离开的那个水以后 它就不太能够生存了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要让你们看一部 很有趣 又很让你去想想看的 这一只鱼儿永不放弃的故事 我们请看 在大海里有这么三条鱼 它们非常热衷模仿人类的行为 因为它们感觉人类的行为很有意思 好无聊啊 我们应该找点有趣的事情做 是啊 可是我们该做什么呢 要不 我们就学人来钓鱼吧 拜托 我们本身就是鱼 哪有自己钓自己的 可看 哪里有人在潜水啊 我们就学在潜水啊 有没有搞错 人类是在学我们一类 再说了 我们本来就潜在水里 啊 真无聊 就不能弄点有志的事情 让我们学什么 我们跟上去 看看人类潜完水后 是不是会做什么有趣的事情 嗯 这主意不错 我们快跟上去 哈哈哈 真好玩 兄弟们 你们快看呐 哎呀 那个人在过什么呀 看上去很好玩的样子 他应该是在划船吧 嗯 看得出来这个人挺穷的 瞧他的船那么小 哎呦这是真可怕 那东西是冲浪板 哈哈 其实我知道那个是冲浪板 我把它说冲船那是幽默 哇 我们也学着人类冲浪 好不好啊 好啊 于是 这三条鱼 便学着人类的样子 去冲浪 哎呀 真刺激 哈哈 真不错 我们不用游泳就能跑这么远 原来真的很会玩哦 可是 他们三个 却丝毫没有绝察 距离海边 越来越近 伙计们 又来大浪了 哇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大浪 带着这三条大鱼 冲一下 哇 哇 哇 一片松蛙的潜水处后 便退了回去 被海浪冲得有些迷糊的三条大鱼 好半天才清醒的过来 嗯 刚才那个浪太大了 我现在还觉得有些头晕呢 可不是 啊 怎么没有浪 继续冲过来了 可能是海浪都回家出饭了吧 嗯 糟糕 我搁浅了 啊 怎么会这样 还有更糟的事情 你们看 啊 不好 我们会被渔夫发现的 他一定会把我们抓走的 虽然现在我们困在这里 但只要趁着潮水未退 我们依然可以逆朝而上 回到大海 你说什么呀 这条渔船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我们怎么能回到大海 不是一事怎么知道不可能 渔夫越走越近 蓝鱼下定了决心 目光坚定的看着那条渔船 然后用尽全力跳起来 蓝鱼 蓝鱼成功地越过渔船 跳进了海里 他跳进海里后 便朝同伴大声呼喊 让他们也跳过来 火鸡们 快跳过来 只要用尽全力 就能跳过来的 这太危险了 你刚才 差别就掉到船上了 可不是吗 你是属兔子的 当然能跳 而我是属猪的 我哪能跟你一样 说话间 那渔夫距离大鱼 只有几步距离了 哎呀 那渔夫快过来了 我们也得赶快离开这里 可是我们根本就跳不过那条船啊 黄鱼四下看了看 发现不远处有一从水草 一只很小的小鱼 从水草里钻了出来 嗨 小鱼 你是从大海里游过来的吗 是啊 穿过这些水草 就能回到大海 伙计 你听到没有 穿过这些水草 就能回到大海 可是这些水草很茂密 你们个头那么大 很难穿过去的 是啊 万一我们被水草缠住 那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冒险试试了 要是你是 我可不想冒险 眼看着渔夫越来越接近了 黄鱼不顾一切地冲向水草 它奋力地从水草缝隙中穿过 绕过渔船游到了海里 潜水蛙处只剩下了红鱼 它既不敢跳过渔船 也不敢冲向水草 只是在原地游来游去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呀 跳过去的话太危险 从水草缝隙里钻过去 一不小心就会被水草缠住 那样你只有死路一条 我该怎么办呀 你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我们是飞过来的 那你再飞回大海不就行了 没有海浪 你让我怎么飞呀 哎呀不好 渔夫来了 我得赶紧走了 要是被抓住可就糟了 渔夫这时来到了渔船旁 他一眼便看到了水里的大鱼 哦 这里竟然有这么一条大鱼 我运气可真好 啊 救命啊救命啊 帮我放回去吧 求求你帮我回去吧 若不努力必然会遭殃 奋力一跃而获得自由 黄鱼知道要解决问题 必须以智慧才能获救 只有在最后关头 轻言放弃的鸿鱼 被愚人捕走 遇到困难 只要坚持到底 就有希望 不是吗 比遗 比喻轻视或瞧不起的意思 易做比试 最后关头 比喻处境为极 具有关键性 嗯 看完了这个故事以后 扑扑 你最喜欢哪一只鱼啊 蓝鱼 哦蓝鱼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勇敢 嗯 判断事情又很快 哦 所以遇到了问题 当下它就很勇敢的 就去解决了 对不对 很好 它马上嗯 嗯 我应该赶快离开这里 所以就赶快跳了过去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哦 对不对 好 那你觉得 除了这个蓝鱼以外 那你还觉得 哪一只鱼 也很棒啊 黄鱼 哦 黄鱼 你觉得我们要学它什么 嗯 它的智慧 哦 它的智慧啊 怎么说呢 嗯 它用什么样的智慧去离开的那个困境呢 其实是小鱼告诉它的 可是它也去尝试 它运用它躲躲闪闪的方式 去离开潜水的地方 对 你看它有前面有困难 小鱼告诉它 那边很多草对不对 那因为如果你比较大只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 卡到 对会卡到 可是它也你说的躲躲闪闪 就穿越了 对不对 也穿越到大海里面去了 这个也是让我们 要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对不对 嗯 很好 故事的一开始啊 这些的鱼儿都很想学人类 为什么啦 嗯 它们有好奇心 可是它们不知道鱼儿 就是不知道危险性 对不对 对 它们不知道 这是很有危险的 但是所以我们要探求这些 嗯 新鲜的事物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安全 这样才可以去做 比如说我们去登山啊 要注意 哎 是不是有危险 是不是有台风要来 或是温度会不会太低 你带的衣服呢 你对不对 够不够 对 够不够你都要知道的 好 那你看看啊 它们会学人类的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那 你有想要学的东西吗 有 嗯 想学什么呢 我想多学点才艺吧 多点才艺 那你想要学什么样的才艺呢 吹吹笛子 还是谈谈琴 还是有其他的呢 还没有想过 啊 还没有想过 好 那没有关系 那你有没有想要在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还要想要有什么样的很好的能力呢 有没有想要帮助人家的呢 或是说告诉人家知识的老师呢 有 啊 你也要想过哈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们要透过学习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能力 对不对 很好 如果啊 你是那一只黄鱼 那你会怎么做呢 嗯 我会想定各种办法 只要有机 有事 就会有机会 机会 对 有事就会有机会 你想想看那个黄鱼 它本来是小鱼 告诉它 它是这样子游进来的 所以那黄鱼 诶 想想看 真的啊 说不定也有机会 我也顺着它 这个路径再怎么样 游出大海 这个是对的 我们要勇于尝试 对不对 遇到困难 要想办法怎么样 去解决 对 好 小朋友啊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哦 那蓝驴啊 她说 没有知识真是可怕 你觉得知识 应该怎么样获得呢 嗯 我认为可以询问 爸爸妈妈 然后多看点书 嗯哼 都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的确 这样子可以多一点知识 其实呢 这些知识 除了在爸爸妈妈 或是老师给你以外呢 在佛事中的师傅啊 经典啊 都可以告诉你这些东西 嗯 还有啊 一些公益的传播媒体呢 也可以告诉你这些 对不对 哦 我知道了 嗯哼 原来这就是古人说的 读万卷书 不如五行万里路的道理一样 对啊 你好聪明哦 还可以举一反三耶 谢谢香香妈妈 哎 好棒哦 对 哇 我们对别人的给我们的建议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找很多的理由来拒绝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对 像我有时候 妈妈都会念我 念来念去 我都会跟她说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哎 甚至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妈妈怎么那么唠叨 啊 不可以这样子 其实妈妈是为你好的哦 如果不是自己的小朋友 嗯也不用唠叨 可是真的是为你好你要 听妈妈的话 嗯 比较好 好吧 嗯 嗯我想 应该也是这样 嗯哼 应该 别人念我的时候 我应该要 听下去 不要一开始就拒绝了 对 像故事中的 小鱼告诉黄鱼 嗯哼 跟红鱼 可以从水草中走出去 嗯哼 他们也 不太会排斥啊 嗯对 不要去排斥 我们要勇敢的 把握机会 勇敢的去尝试 这样子呢 才不会锁住带住 喔 就一直等着一直等着 有可能 逃得出去吗 有可能 也有可能来救了吗 嗯 那是不会的 所以呢 可以 所以说 妈妈的 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是一件 唠叨的事啊 嗯对啊 对啊 虽然我就不太敢 跟 妈妈先唠叨了 对啦 不要再跟妈妈说 哦你好唠叨啊 这样妈妈也会很伤心的 对不对 嗯 那你真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喔 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生命记事台 人生加油站 照顾 人生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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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